布兰登堡 普鲁士 在德意志诸邦中 普鲁士所具有的一些独特之处 令其存在着有别于其他诸邦的某种特性 1613年 路德派的选侯约翰 齐杰斯梦特归于加尔文教 在其臣名中极其不得人心 因此他被迫承认了路德派教会的权利 而普鲁士也因为这个原因 不再需要进行第二次宗教改革了 在军官团 政府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贵族 依旧是路德派教徒 而法院以及城市中 中等阶级的很多人 则是加尔文主义者 一方面是居少数地位的加尔文派教徒 另一方面是受到庄园领 坚定支持的居多数地位的路德派教徒 双方要避免冲突 只有宽容这一条路好走 大选侯虽然是加尔文教徒 但也充分认识到了宗教宽容的重要性 大选侯是1640年 选侯位就选出来的菲利德里西威廉 他加选大选侯头衔的时间 一种说法是17世纪40年代末 或者是50年代初 一种说法是1675年 这倒并不是因为他坚持思想自由的原则 而是出于现实政治生活的要求 弗里德里西二世 也就是菲特列大帝 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 则比其他任何一个德意志帮军更直接了当 他宣称 假如土耳其人或者异教徒来到这里 想在这片土地上居住 那么我们也会为他们修建清真寺或教堂 毕竟每个人都要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 不过这种认识与持开放思想的自由派 所主张的宽容并不一致 正是因为在普鲁士 宗教自由是自上而下的赐予 而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斗争获得的 所以他后来不曾像苏格兰或者荷兰那样 为个人自由而进行长期的奋争 在普鲁士的所有新教徒中 也许最具影响力的是钱晋派 钱是虔诚的钱 晋是尊敬的晋 他是路德宗的一派 主要的领袖有斯彭纳尔和弗兰克 前进主义持起始于三十年战争时期 他反对其他教派的盲从和相互侵杂 强调内心的前进 生活简朴 主张个人与上帝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 该教派的主张与普鲁士所倡导的纪律 节约 责任 观念 谦虚 勤勉 社会义务等美德 可谓严丝合分 从而为普鲁士建立一个专制的国家 提供了宗教保证 法国于1685年彻底取消了南特赤令 这个赤令是法国王国王亨利四世 在南特层颁布的法令 给予胡格诺派教徒政治上一定的权利 他被路易十四撤销后 彻底取消了对新教徒的宗教宽容 导致成千上万的胡格诺教徒 迁徙到了荷兰 英国 甚至南非 作为回应 大选后颁布了波茨坦的斥令 欢迎遭受迫害的胡格诺教徒 移居普鲁士 此后 大约有1.5万人 响应这项邀请 对普鲁士的经济和教育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举例来说 根据选侯菲 索菲亚夏洛特 和大哲学家 莱布尼兹的提议 建立起来的 柏林科学研究院 其创始人中的三分之一 来自法国 又如1689年 在柏林建立的 名为皇家学院的法语学校 是普鲁士首屈一指的学校 精英阶级的后代们 都在这里以法国传统的方式求学 不过 弗里德里西威廉一世 对艺术和科学不感兴趣 直到弗里德里西二世继位后 由于他轻视德意志文化 对法国文化却敬仰有加 才使得柏林科学研究院 获得活力 并任命了法国数学家 莫佩尔迪 担任院长 德 阿莱姆波特 孔多塞 迪德罗 也加入了科学研究院 1743年 以及1750年至1753年之期间 福尔泰 两次应 弗里德里西二世之邀请 去柏林生活 这些宜居普鲁士的 胡格诺派教徒 对编写洋洋大观的 法国百科全书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弗里德里西二世 对这些人士的政治观点 持严重的保留态度 但对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 仍然是勉力有加 一北河以东的 布兰登堡普鲁士地区 荣克 荣克就是指贵族地主 由于拥有大片 由农奴们耕种的土地 在16世纪 曾因农产品价格攀升 而获利甚多 在自己的庄园里 他们握有 治安全 司法权 以及对教师的任命权 由于大选侯成功地迫使 布兰登堡邦议会 接受了自己的军事税方案 这是指1653年 大选侯与荣克之间达成的 布兰登堡邦议会协定 荣克贵族同意 为了维持和装备 藏备军 选侯可以向农民和城市的居民 增加税收 也就是军事税 包括金钱和食物 同意建立一支藏备军 承认选侯为其最高的统帅 此项协定得到了西部领地 贵族的认同 但在东部领地 大选侯同贵族们的斗争特别激烈 因此已无需与荣克们就增加税收问题 做进一步的商谈 但是大选侯旨在迫使东普鲁市 庄园领祖们接受类似协定的企图失败了 1661年至1663年的长期邦议会 和1669年至1672年的第二届邦议会 均拒绝批准增加税收提议 1662年 弗里德里西·威廉一世 率领军队开进了东普鲁市 克尼斯堡城市贵族同盟的领袖 耶罗尼默兹·罗特被投入了监狱 并在从未举行审判的情况下 一直在狱中关押致死 1672年 贵族反对派领袖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冯 卡尔克斯坦因上校前往华沙 争取波兰贵族阶层的支持时 遭到绑架后被拷打和处死 1674年 大选后开始强制在 科尼斯堡强制增税 而1704年后 以无需征求庄园领主的意见 也可以在东普鲁士增税了 贵族们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了 1701年 布兰登堡选后 弗里德里西三世获得了皇帝 利奥伯特的准许后 得到了普鲁士国王的头衔 但是普鲁士公国 也就是稍后的东普鲁士 位于帝国疆界之外 因此 弗里德里西只能是普鲁士的国王 在帝国里 仍然只是一个选侯 普鲁士的国王的头衔 只实用于普鲁士地区 到了18世纪 弗里德里西大王时期 才改称普鲁士国王 后来包括了布兰登堡 在内的所有领地的国王 如果说 在弗里德里西一世时期 普鲁士有可能会仿效 法国的专制政体 并把那种贵族化的 华丽宫廷生活照搬过来 但到了他那深信吝啬的儿子 弗里德里西威廉一世 登上王位时 却更喜欢军营式的简朴 而不是凡尔赛宫的华美气派 这位士兵王 通过向贵族们征收土地税 来供养军队 采取的方式是收取金钱 而非要求庄园领祖扶兵役 由此 国王与贵族阶层的关系 一直很紧张 到了弗里德里西二世统治时期 双方才认识到了彼此的共同利益 贵族们需要国王来保障自己的社会地位 以对付越来越活跃的资产积极的挑战 而弗里德里西二世也需要贵族阶层充实军官团 1752年 他在自己的政治遗嘱中强调指出 自己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维护贵族的利益 为此 他规定任何资产积极人士不得购买贵族的庄园 与其父亲的政策不同 弗里德里西二世不再收购贵族的土地 也很少把爵位授给资产积极 他允许贵族们在自己的庄园里自行歧视 如果遇到困难 还要慷慨地提供大笔贷款 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普鲁士贵族阶级 首计、服从、富有效率 这些都是军事美德的极大层者 但这些贵族对自己的地位都很傲慢 尽管他们自己经营庄园的方式 接近于商业、企业 向外国出口农产品 酿造啤酒和勾兑烈性酒 但对中产阶级的贸易和商业社会 却不屑一顾 荣克所拥有的庄园 奄然是一个自治的政治、经济体 荣克成为全权的家长之统治者 而主人与农民之间的社会身份鸿沟 是永远无法预约的 这套制度虽然颇富效率 但他有意识地阻绝了政治和社会近代化的道路 并拒绝接受资产积极和自由派的价值观念 因此 总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人均无缘以任何方式参与国家事务 在18世纪 大多数德意志邦国都因为采购奢侈品 掏空了经济 与之不同 普鲁士突出强调农业、外贸业和制造业的发展 虽然在许多邦国建造富丽堂皇的巴洛克式宫殿 会令工匠、技师、租宝商和银行家们都从中获利 会令首府显出一片繁荣 但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没有坚固的经济支撑 是注定不能成为强国的 富丽德里希·威廉一世 刚一登上王位 便下令逮捕了柏林首屈一指的租宝商兼银行家 富劳利比尔曼 并强令王室 以一种近乎病态的简朴方式 节约每一份开资 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父亲 弗里德里希·伊氏 生前从利比尔曼那里 借了大笔的债务 还没有归还 普鲁士军队 根据1733年的增兵区规则招募新兵 据此 普鲁士全境被划分为一系列增兵区 分别负责向对应的团提供补充的兵员 一个布兵团的编制为5000人 一个骑兵团则为1800人 增兵区内的每一个年轻男子 都登记在该团的花名册中 在宣誓效忠与国王之后 审查能否入伍 由于城市之自然阶级和有财产者 一般被免于服兵役 所以大多数士兵都出身农民 至于军官 绝大多数是戎客 从增兵制实行后 普鲁士禁止贵族在外国军队服役 贵族子弟们年满12岁后 必须到柏林的预备军官学校念书 事实上 很多贵族子弟是在警察的陪同下前往柏林的 由此庄园中的地主和农奴的关系 又被复制到了军队里 弗里德里西威廉一世 在政治遗嘱中 要求后继者 在军队里任用贵族和庭臣 让他们的后代进入军队 以便让所有的贵族从海提时代就知道 只有上帝和普鲁士国王才是他们的祖人 这套军事体制运转到了1740年时 一时弗里德里西二世拥有一支八万多人的军队 以致相比与普鲁士竞争的奥地利拥有十一万军队 但其居民人数两倍于普鲁士 同时他还把农民与贵族的社会地位牢牢地固定下来 农民被置于双重奴役制度之下 而贵族们则作为享有特权的精英 享受国王的恩惠 虽然这一时期的普鲁士 已经成为一个官僚体系高效 诚实、经济健康发展、法令畅通的近代国家 并拥有一支颇富战斗力的军队 但他的社会却陷入僵化的状态 几乎绝对不可能为自由民主力量的发展提供动力 所以他是一个专制的、官僚化的、家长制的国家 农民阶级遭到压制 就其原因不仅是由于贫困和被剥削 而是由于历史及习造成的奴性 使他们不可能表达自己的要求、痛苦或获得解放的诉求 而在城市情况则大不一样 资产阶级基本上被免于服兵役 因此可以腾出手来赚钱 或者基身于上下各级的公务员队伍 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受到严格的限制 无论无法像英国、法国那样通过捐钱获得贵族的头衔 弗里德里希二世禁止富有的自然阶级购买贵族庄园 尽管这条禁令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有名无实 由于军官团和社会职务只限贵族阶层充任 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差别更大了 普鲁士的自然阶级固然可以变得更富有 但也无时无刻不感觉到自己社会地位的碑下 缺乏政治权利